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到目前为止 华为反扑美国 做出了最具有侵略性的一步 CNN在华为起诉美国政府之后 今天 3月7日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论 早些时候 华为在官网发布消息说 他们已经在美国德州 把美国的政府给告上了联邦法院 华为在起诉中说 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 对华为的限制条款违背了美国宪法 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 随后 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明了中共政府支持华为这么做 他说 完全正当 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看到在中共的支持下 华为对美国的反扑动作越来越大 而且是多条战线同时运作 同时还加大了公关力度 那对于华为的起诉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 否认有政治动机 他同时还指出了中共的渗透威胁前所未有 有分析认为 作为中共的间谍工具 华为禁述美国有中共的战略目的 他的起诉很可能会败诉收场 可是他越折腾 对他越不利 大家知道 昨天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 也参加了对他的引渡庭审 但是他的律师说 美国的引渡请求被政治化了 所以法官宣布暂时休停 等到5月8日再继续开庭 华为和孟晚舟都指控美国在处理华为时有政治因素 特别是华为的最新起诉 直接针对的就是美国的国防授权法 对这个 克里斯托弗雷 他说 华为的案件与政治没有关系 与贸易也没有关系 甚至也不属于外交事务 英国《每日电讯报》引述他的话说 这件事关系到法治 他说美国要做的一切都是以独立事实为依据 不管最后牵扯到哪里发生的事情 也不管牵涉到什么人 也不管什么人愿意不愿意 这位已经接掌美国联邦调查局18个月的负责人 在旧金山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上发言指出 如果发现有什么人对美国和美国公司犯下了涉及联邦的罪行 那么美国都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他说自己并不是虚张声势的人 但是 来自中共的威胁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50多个办事机构调查经济间谍的特工都发现 指向中共的线索 在反间谍当中 这些人都发现 来自中共的威胁 那无论是广度 深度还是规模 都让他们感到了有生以来的震惊 但是很长时间美国都没有重视 联邦调查局局长说中共的威胁 在广度 深度和规模上令人感到震惊 有一点或许可以佐证这个说法 大家知道 昨天华为安排了一些境外记者参观他的总部 随后华为就开始在公关总监这个职位进行招聘 其中有猎头接触了近十位路透社的资深记者 准备招揽这些人进入他们300多人组成的公司事务部门团队 其中他们向几名记者开出了20万美元年薪这样的一个高薪水 众所周知 华为虽然自称它是民营企业 但很少有人相信了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拉格上个月 对美国之音就曾经表示 华为中兴这些公司是中国共产党的全资子公司 也就是说 更多人相信华为是中共的党产 那么也就是说 中共让它能挣钱 它就可以挣到钱 中共让它干什么 它就得干什么 特别是中共出台了这个国家情报法 那更让外界相信 华为的设备被中共可以用来收集情报 我们知道在这部法律当中 中共要求任何组织和公民 都要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 那华为招募这些境外记者 加入他们的事务部门 开出这么高的年薪 背后的真实目的 不值得怀疑吗 当然了 为华为做宣传搞公关 这也是一方面 但更主要的可能就是加入了 中共的这个党产企业以后 得听党的话 发展到世界各地以后 他们要支持协助和配合 党来收集情报 这个只是目前走光的消息了 那在此之前 他们还有多少这样的渗透和人员安排呢 华为之外还有多少这样的中共企业 在这么做呢 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从克里斯托弗雷的话中 就可以看出中共的这种渗透规模 应该不会小 大家知道 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 美国国会有着广泛的授权 所以香港经济日报认为 美国法院有机会驳回华为的提诉 美国与政府合同领域的专家特纳指出 这场诉讼可能是一场苦战 他说美国法院不愿意去事后质疑 政府部门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决定 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宪法教授特里也认为 华为很可能会败诉收场 而且华为越折腾对他越不利 这会使他的所有的问题越来越曝光 特里指出 对一家公司来说 这个可能就是致命的 因为华为很难证明他产品没有后门 没有办法去打消人们的对他的疑虑 中国问题专家恒合表示 华为起诉美国这个官司没多少胜算 如果是一个单纯的企业 这种做法那就相当于是自杀 哪有用打官司来强迫顾客买产品的呢 恒合指出 从华为这种反常的举动不难看出 华为就是中共的家产 那起诉就是中共的行为 是中共在告美国的政府 中共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不想让全球对他失去信心 就算不能获胜 也尽量的拖住 他怕一旦失守 就会全线崩溃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